以往那个在福宝面前画牢的宋三岁 今天却沉默寡言 甚至在福宝面前哭了出来 福宝起身 宋宝下意识地往后退一步 然后轻轻地握住福宝的手 福宝则下意识地缩回手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江爷爷的视角 进入福宝的隔离区 推开门 福宝走向江爷爷 像往常一样打招呼 声音回应着爷爷 经过一夜的隔离 室内一片凌乱 江爷爷却很高兴 因为福宝吃了很多竹子 随后 江爷爷忙着清理室内卫生 更换新的竹子 福宝在隔壁房间看着熟悉的爷爷 寻找接近的机会 福宝悄悄走到门前 看到爷爷送完竹子回来 鼓起勇气趴在栏杆上看着爷爷 江爷爷说他还要继续打扫卫生 机智的福宝也想帮忙 于是开启了无限翻滚模式 用自己的身体帮爷爷打扫着室内的卫生 打扫完室内卫生后 福宝疲惫地呼呼大睡 时间来到下午6点50分 下班的江爷爷放心不下福宝 又来看他了 看到福宝乖乖地坐在那里吃着窝窝头 江爷爷舍不得走 又和福宝聊了起来 福宝好像听得懂爷爷的话 第二天一大早 福宝就乖乖地起来吃饭 看到爷爷来看自己 他赶忙起身来到爷爷身边坐下 一边听着爷爷和自己聊天 一边认真地吃着早餐 虽然福宝的隔离生活很简单 福宝的体重在隔离期间 悄悄增长到了206斤 不过不用担心 毕竟女明星也需要保护一下自己的隐私 所以大家可以安心等待 下周一与福宝的再次相见